大家好,我是同一院造口師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更換雙片式造口底座 在長造口底座的選擇上 有分單片式和雙片式造口底座 單片式造口是底座和造口袋一體成型無法分開 雙片式造口是底座和造口袋可以拆開分離 底座貼在皮膚上 再選擇合四尺寸的造口袋扣在底座上 接下來示範如何更換兩件式造口袋 要更換雙片式造口前要先準備用物 清潔手套、塑膠袋、濕紙巾、造口兩尺、造口底座、造口便袋、脫膠劑、胡同保護膜、造口膠、造口粉、棉花棒 首先示範如何更換造口底座 先輕輕移除身上舊底座 必要時使用脫膠劑 用純水濕紙巾或濕紗布來清潔造口周圍 不用無菌 同時觀察造口周圍皮膚是否發紅、平整或凹陷 皮膚若有凹陷處可用墊圈填補凹陷 做好清潔後噴上無痛保護膜 等待10-15秒 測量造口大小 選擇合適的底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撕除底座背面塑胶膜 不要用手碰触粘贴面 在底座背面涂上一圈灶口胶来加强稳固性 剪裁好的底座对准灶口后贴上 用棉棒轻轻按压底座内环及外环 让底座服贴在腹部 灶口周围撒上一圈灶口粉 填补缝隙 减少粪水净润 皮肤能多一层保护 扣上和底座相同尺寸便带 将安全锁扣往内按 听到卡一声 这样就完成更换 这边有一个小提醒 粘贴完记得要平躺10-15分哟 接下来示范如何更换灶口袋 一只手轻按压底座 另一只手轻按锁扣凸起地方 打开安全锁扣 灶口袋轻拉向上体即可移除 清洁灶口周围排泄物 灑上一圈灶口粉 换上新灶口袋 这样就完成更换双片式灶口袋了 建议双片式底座平均5-7天更换一次 灶口袋2-3天拆下更换 袋内排泄物不要超过1% 定期更换才能减少皮肤受伤的机会 此外 若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形 请尽数返回医院就医 灶口周围皮肤净润疼痛 灶口脱垂或灶口黏膜变苍白 紫黑色 耳心嘔吐或严重腹脏情形 腹部疼痛或结血变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先ует满 调查 文心 声 搭 结束 伊